大家好,我是今天的樹木解說員 我今天要介紹的樹種是折斗科的子彈石地 子彈石地呢,我們通常會在比較乾旱的地方上 你可以看到它,比如說石地地,以及向陽的山坡樹 在野外我們要如何視野它呢? 首先我們看到它的樹皮是屬於青木色的 並且有一點點的細重裂 再來我們看到它的葉蓄 它的葉蓄屬於單葉樹森 它的葉形是長火岩石葉 它的葉園的後面有尾肩 再來我們看到它的葉是屬於折斗葉 它的葉側脈有酒隊 再來我們看到它的葉園 它的葉園也是屬於成員葉 然後呢,它的葉背有褐色的島蝠貓 這樣子看是不是有一點點銀白銀白的感覺呢? 再來我們看到它的生長地點 它的生長地點是屬於非常耐乾 它可以在石立地跟向陽的山坡地裡 都可以存活下來 所以我們可以在那些地方看到它們 再來看到它的木材 它的木材在星材的部分 會有一些點的紅色色 所以呢,非常的適合用來當作建築用的木材 非常好用的木材 今天我的結束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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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